可能親情的啊 或者是一些 為藝術犧牲的床戲啊 為藝術犧牲不一定是床戲啊 為藝術犧牲 那如果不是床戲 就不需要那麼犧牲 可能是一份鬥物 是鬥物的 對 其實我不排斥 做任何的角度 因為其實像這次 這次其實也是剛好學一個技術 大概都會 拍戲大概是只有怎麼走啊 然後 其實這次也從他們兩個 影帝上面學到很多的一些 一些拍攝的技巧啊 甚至是 你讓你心情去面對 協夏的這場戲 所以其實 我不排斥啊 就是 如果有什麼 合作機會的話 歡迎照我跟全國愛 我會不會很喜歡 我會做一下那 那你會想找藝術犧牲的角度嗎 可以啊 就可能 或什麼特色的角度 可能 親情啊 或者是一些 為藝術犧牲的床戲啊 會藝術犧牲不一定是床戲啊 可以是床戲 但是我不是 因為可能是床戲 就不需要那麼犧牲 可能是一個動物 哦是動物的 OK 對 所以你會認同種 比較會的 會比較練習嗎 我覺得一開始一定是拍戲很難 但我覺得在拍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 我蠻喜歡 我蠻享受的 就是非常在 在互動這個過程中 他其實也學了很多東西 真的是學了很多東西 然後也 也這次的劇情也都 也都很好 對 然後我們就 大家在裡面拍 也不會有壓力 也不會有什麼 就是反正 好像拍戲 會把一個作品做好 然後有時候 因為他們戲分很多 我們在旁邊看 他們在拍的時候 就 XX也演成這樣 我說 這叫我演不出來 對啊 所以其實就是看他們在演 會知道說 原來其實像 像我現在 我那天也跟我老婆 我現在去看電影 你會看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以前 可能就說 他就這樣拍一拍 但是你現在看了之後 原來 每個 對 然後每個 演員的表情 怎麼樣的呈現出來 讓我感覺 你會看得更新鮮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讓我有機會 再在這次 也快可以參與到 因為我第一次拍戲 我比較容易緊張嘛 不知道 不曉得要幹嘛 但是到現在 我就說 他們兩個給我的態度 感覺 就像是朋友 會照顧我 所以就 我完全都不用擔心 就很放鬆 這樣子 那如果有人 要拍 別轉接 給你 那個 就容易受傷的人就好啦 哈哈哈哈 你會這樣說 對不起 外型要 你要直接擠 外外型要直接擠 喜歡外型 你會不會覺得 可以 可以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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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個我們可以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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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要 又要打 對 然後就要換 換 開 開 開 然後同學要我 打氣 啊 我自己演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謝謝 謝謝 謝謝